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要来开始 这些有点逼执呢 上车 好 我们现在要来讨论一下 接情之后 我们要如何重心建设台湾 大家都知道你现在每天 每周八金 你所看到的台湾是什么情况的台湾 大家一定对新闻 对很多官都有听到台湾 现在所发生的一件事 大家感觉无疑 你为政府的支持度 你就知道这个国家 求中国人 来这把我们吞打到最后的改端 我们变成什么情形 这个情形 坦白说 如果我们没有做一个体贴改变 我们只好让台湾沾到海底 那好你告诉我 我们现在有这个论论 我们透过一个法律的程序 要来解决台湾的问题 我们解决 所欲爱的时间 目前是存不多久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体贴的改变 改变之后呢 我经常说菲律宾的呢 菲律宾 他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菲律宾人 美国人让他们独立 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菲律宾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根据住民主国 他的地面国 美国 温泉伊 自己管自己 所以生在一个国家 这些国家 大家开始 因为美国 帝帝 他也有军事基地在那 也有很多美兰在那 也有很多美兰在那 也有很多 让他有法度 在国家建立的初期 有一个很好的进展 在那个时代 菲律宾和台湾比起来 菲律宾比台湾更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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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 我们常常看到 菲律宾的名书 菲律宾的人 台湾生在港台无头路 只好去外国做路工 做路工这种的生活 感到好过 久年 有一个 中国的 中华民国的 派到美国的 班输处 一个 他们所有的官员 就把一个 飞楼 凌土 到美国和家 连国 大家好 在北洋的国家 大人 你就真的 没有一个 人生的保重 你来台湾 也是更可怜 你中间 就去给 那些 勤勾法铁你 我女朋友 在第二屋 世界大前后 他们 经济比台湾更好 为什么 我们到来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他们变成要去外国做路线 在自己国内无法有投入堂车 无法维持他的生活 还有一个外来的政策去北施富里边人 还有一个外来的力量让富里边 他无法站起来 没有耶 今天富里边的这样,都自己做出来耶 所以今天我们追求的 就是要后来台湾人我都自己关自己 但是后来台湾自己关自己 那真的是幸福的保障? 没有耶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角落 要做一个贴贴改变 只想说我现在拿到账款 好了,现在利益帮我来分配 这样我们不是为一个好处 又挑进另外一个好处吗 有很多人说要这样购 整个国民党和民党去务就好了 这样不是他们有经验 我们制造 不会做一个很大的改变 所以今天 我们来想高级班这个困难 我们都有共同一个心愿和目标 就是要透过我们的力量 我们自己的角色 来让台湾未来 真的透过这个法律的程序 我们跟中华民国关照 我们可以拿到台湾通知的管理 我们要为台湾做事 所以理学历 所以美副省在议队 议队钗 我们说去那新的公法 就是一切为人民 我们要为台湾人 替台湾人做事情 做什么事情 不是在思考說會做這個節目後面的薪水會多高 不是說後面我有這個節目 我會用分配多少的利益 這樣後面就有錢一直進來 因為我有這個地位 我有這個管理 所以相對的 我會用享受 像林憶石講的 這個威脊落本來就是這些好康的 這是有什麼威法的 我們如果有這種生活 和中國人的生活 或是和民進黨的中國人的生活 同樣 只為了個人的利益 來這裡政府 來這裡打拼 打拼到最後 只想到自己都拿到什麼好處 如果這樣想 這樣台灣 就算給台灣人自己管台灣 沒多久 我們看到一樣 會變成另外一個福利賓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要開始來思考 如果我們來做行政人員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來重心建設台灣 台灣去給中國人 把我們埋伏到十分不分 沒有一個主體性 沒有一個價格官 他給你吃的肉 給你賺大錢 錢賺一賺的 給你過得很好的生活 人的價格在哪裡 人外在世間的價格在哪裡 不是為了福利賣 你口座裡面 送你一直增加 增加了 結果 變成讓你有一個管理去看不起 那天不吃人 我覺得 那就沒有能力 啊 那就沒有人真啦 是好 台灣 還要這樣扶下去 真的 是好 不然好給人 散吃人 死好 好給人 同樣子 死好 因為一樣都住在這裡 我曾經去荷蘭開火的時候 我住在荷蘭人的家裡 因為他小孩都大人出去了 他的家裡做民宿 因為我去開一個國際的火器 我就去找民宿在那裡住 他自己一個獨棟的 自己一間有火圈、有車庫、三樓 他跟餐廳有很多人 餐廳是10個人的桌上 一般我們家裡的餐廳都沒多大 他那時候就有10個人的桌上 所以他在做民宿 我去的時候我就問 我如果在家裡這樣 你買他家裡價值多少錢 我和另外一個中山大學的教室 中山大學教室 他在拉伯地買一棟大樓的單位 他聽一個差不多 因為在荷蘭 那個叫做 萊登的一個地方 這個整個枕頭 你叫是說奇怪 這個枕頭怎麼那麼多間火點 我和那個中山大學的教室去 在那吃飽在那散步 奇怪 他怎麼那麼多火點 結果我發現不是火點 因為每一坑都大到那火點 大家都有火 不是外面 連裡面也有很多火 讓我們叫做奇怪 怎麼這麼多 大家都開火點 火到底不會有什麼 結果那個處處 他跟我們說 他那棟廚 我們在那算算算 算代表多少 不到四百萬 他那個不到四百萬 但是他外地觀環境 我那個朋友中山大學的教室 他告訴我 他把那個車尾 就要一百五十萬 全部加起來 包括中央 他在拉伯地買那棟大樓 那個單位 花錢幾萬 你錢幾萬 出來 裡面都很漂亮 但是你車禮拜到高雄市裡面 他就看到那種 那種混亂 要一個東西 還有路邊 路邊 你車來車去 這種生活 敢是 你有辦法賺那麼多錢的人 過的生活 所以 你好起來 不代表你在台灣 有辦法過好的生活 所以 在我們 今天 讓中國人在這裡通知 把我們教育 讓我們的觀念 做成說 你只要有錢就好了 你只要有錢 你台灣怎麼 不管用什麼手段 你有錢 大家都要尊敬 造成價錢的混亂 所以今天 我們有這個機會 要把台灣 健康 中心來轉變 的時候 我們就趁這個機會 要中心來建設 台灣 變成一個 不一樣的地方 什麼叫做 我們台灣的目標 我們台灣要變成怎樣 我們常常有說一個 很空的公法 還是比較簡單的公法 就是 我們變成水師 我們變成什麼 其實每個國家 不一樣的性質 不一樣的地理 環境 不一樣的主權 不一樣的條件 你要做一樣的國家 有時候也不可能 所以我用另外一個公法 我們來修科 後來拜台灣 可以讓我們想要變成怎樣 簡單說 我們要用一個目標 叫做世界一流的國家 做我們台灣未來的目標 如果目標是這樣 我們要用這個目標來努力 我們就要努力 我們要努力 我們跟台灣 無到沒了 大家都不在大 有錢人走 沒有錢人死在台灣 世界一流的國家的目標 我們來現在算 我們現在記憶 這個世界一流的國家的目標 有多分 這個記憶就是 我們未來 我們台灣人 要執政後 要努力的這個方向 努力的這個記憶 我們分作四項來說 第一就是經濟 第二文化 第三就是國民的領域 第四就是人的訴訟 我們第一來看經濟 經濟其實是最客觀的 你說文化 你說我們的文化更好 你的文化更高級 很難比 但是經濟 就是看多少錢 這個經濟有辦法算出來 看2012年的GDP 每年大家的國家都會稍微行動一下 這2012年的GDP 全世界有180個國家在比 台灣 這180個國家裡面 一百世界三十七名 看起來不錯 真棒 但是真的不錯嗎 我們來看一個國家 叫做澳洲 澳洲 澳洲為什麼 我會拿來和台灣比 因為GDP 就是每一個人 生產的經濟經濟的共憲 大概是這樣 算人頭的 澳洲多少人 澳洲也是兩千幾萬人 台灣也兩千幾萬人 好 我們八百兩千幾萬人 每個人 我們怎麼會輸出那麼多 怎麼會輸出三倍 人是怎麼賺的 我們是怎麼賺的 我們是怎麼賺的 賺到未來 是不是最近都流行說 八包客 大家年輕的 畢業之後 要去就業 就走去澳洲打工 去那邊跟經濟家 去那邊携帽 去那邊做博物業 他一年賺的錢 差不多一百萬 的代表 我讓大家小生中 都走去澳洲 為什麼 我們無法提供這種環境 要讓我們的孩子 走去那邊 再去騙 有的 在那邊走 走 走不走下去 為什麼 我們八百 都兩千幾萬人 我們會輸他 他們是怎麼賺的 我們不要說美國 因為美國 他四萬幾個 現在可能更多 美國 因為人很多 他是幾個姓 他要持很多 靈力 比較不好的外國的移民 他們的精英 包括一個APLE 他就要給很多人 所以他平均下來 跟拉下來 不然美國 是全世界最強的經濟 他不是跟這個 所理而已 所以我們要去去澳洲 澳洲 澳洲和我們有很多 少少的地方 第一 人差不多變成 第二 他的 住人的環境 很一樣 但是你說 澳洲很大 因為熱帶 開始分布 分布到南半球的溫帶 我們台灣有嗎 其實我們台灣也有了 我們不是平 我們是立派的而已 我們台灣雖然說 小 但是我們台灣有很高的山 很高的山 為行春的熱帶 你如果一直八關八關 你也會經過亞熱帶 過來變成溫帶 所以我們和澳洲 其實有很多 少少的地方 我們來分析澳洲 他為什麼賺那麼多錢 你看他經濟的分配 發現澳洲 他的經濟的收入 一個很重要的 佔很大的部分 就是 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 什麼叫做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 合物業 大家合物業 你開飯店 我開飯店 我們都合物業 他為什麼賺那麼多錢 他整個國家 台灣就是提供給人去出場 有辦法套過館公賺那麼多錢 我們台灣有辦法嗎 有 我們就說一個道理出來 有了 我們現在我們請人多 好 我們來說一個經濟的 強和力 有幾項 我們可以來考慮 第一就是科技 科技技術 做壇的錢 和你用努力 你很久來打拚 一天做十二點鐘 和科技比起來 我們簡單說 美國做一台戰鬥機 還是說最近 我們賺的P3C 反潛的飛機 我來得很複雜的 電腦設備 他賣你一架給人家 你看 郭台銘 他要做他的血汗工廠 用多少時間 洗乾